最近狐狸猫因为生重病 只得和学校请假待在家里 而且只能自己待在房间里 才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麦麦觉得狐狸猫很可怜 想和狐狸猫说说话 但是又不能进入狐狸猫的房间 这该怎么办呢 麦麦想到一个解决办法 她用一条绳子串起两个杯子 自己拿着一个杯子 然后把另一端给狐狸猫 如此一来 虽然麦麦不能进入到狐狸猫的房间 但是透过这个声音话筒 麦麦就可以和狐狸猫讲话了 为什么这样的设计 可以让狐狸猫们听到对方的声音呢 因为声音不只可以透过空气传播 也可以透过固体的介质来传播 除此之外 声音也能透过液体传播 这就是为什么 当你在水面下游泳时 仍然可以听到水面上的声音 声音可以透过固体 液体和气体这些介质来传播 麦麦很好奇 如果在没有介质的状态下 也就是真空的情形 声音可以传播吗 如果是你会设计怎么样的实验 帮助麦麦判断呢 麦麦把正在响的闹钟放在玻璃罩内 并慢慢地将玻璃罩内的空气抽走 麦麦发现当玻璃罩内的空气逐渐消失时 站在玻璃罩外面的麦麦 也渐渐地听不到闹钟的声音了 原来声音在真空中是无法传递的 虽然麦麦可以在放学后 用声音话筒和狐狸猫说话 但是麦麦去上学的时候 狐狸猫一个人在家还是很无聊 麦麦心想 如果可以事先录音的话 狐狸猫就可以在白天的时候 听到麦麦说话了 那么要如何才能把声音记录下来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件事 声音是怎么产生的 当一支音叉被敲击后 我们观察到当音叉震动后就听到声音了 因此我们发现 声音的产生需要一个震动的波源 接着再仔细地观察音叉的运动方式 你会发现当音叉先向外震动时 音叉会把一部分的空气粒子往外推 使得空气受到压缩 形成稠密布 接着当音叉往内震动时 则会形成空气的稀疏布 因此音叉震动时 会让空气粒子不断地前后移动 形成一连串的稠密布和稀疏布 你有发现吗? 这样的波形式就是前一节介绍的纵波 当有一个震动的波源 就会产生声波 而空气中的声波是一种送波 空气粒子的震动方向和波动前进的方向相互平行 假如声波的稠密布是波峰 那么声波的稀疏布就是波骨 而波峰与波峰间的距离 或者波骨与波骨间的距离 就是声波的波长 麦麦心想 麦麦心想 把声音记录下来的意思 不就是把声波的那些震动记录下来吗? 那么只要能够让一个波源 沿着那些记录下来的震动方式运动 就可以重现原本的声音了 屏幕前的你 能不能帮助麦麦 发明一个记录声音的仪器呢? 麦麦拿起薄膜 把它贴在喇叭上 接着把针平坦的一端 粘在薄膜上 再让针间的那端 接触滚筒上的铝箔 透过这样的设计 当声波从喇叭的一端传入时 因为声波的稠密布和吸收布 代表了空气粒子不断地前后震动 这些空气粒子的移动 会带起薄膜的震动 而粘在薄膜上的针 也因此会跟着声波的疏密震动 最后 针的震动 就会把声波记录在滚筒的铝箔上 一个把空气的震动 记录在铝箔上的流声机 就这样诞生了 麦麦很兴奋 原来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把声音记录下来 麦麦想着 要录什么当作第一份 给狐狸猫的礼物呢 狐狸猫们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1.声音的产生 需要一个震动的波源 2.空气中的声波是一种纵波 介质的运动方向平行于波前进的方向 3.声波可以在固体、液体和气体中传递 但无法在真空中传递 最后 和狐狸猫们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影片中 流声机的设计 其实是爱迪生 没错 是那个发明电灯的爱迪生 时代的发明 那么 现今的手机录音 又是怎么做到的呢